最近呢有个粉丝跟我留言说 爱玛瑞你跟你老公怎么做AA制的 我就不能想象夫妻两个之间怎么AA制 我一天都过不了AA制的生活 AA制呢也不能说完全的好或者是完全的不好 各有优劣吧 我今天呢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当时怎么样跟我老公变成AA制的 这个事情呢要回到七年前 我刚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我也讲过了 我刚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呢 我老公因为离婚了 给了一半财产给他前妻 还要支付两个儿子的抚养费 他基本上已经破产了人穷自担 在没有钱的时候呢 你想对别人好你也没法对别人好 所以呢我老公那时候呢 就基本上不给家里买东西 也不给我钱 而我那时候来刚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呢 我是也是在国内可以说是离婚之后呢破产了 还欠了前夫一屁股的赞 我也没有钱 我只带了很少的一点钱 还是我当时来的时候呢 我弟弟给了我一点钱 我带过来了 我们两个当时都处于经济非常冲迫的情况下 可能就各顾各了 我呢我的一点钱呢就给我和女儿吃饭 然后我老公的钱呢 就支付给他两个孩子 然后还有家里房屋的贷款 这样呢相爱无私的过了一段时间呢 我就很着急了就开始找工作了 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呢 是在澳大利亚最大的超市 靠自呢做收银员 做收银员呢 我每个小时呢 27澳币 然后呢我每周基本上工作20几个小时 就等于我每周呢 能赚到500多澳币 这500多澳币呢 就可以支付我们家每周的买菜 买这些零碎的这些钱 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老公呢 说看我开始赚钱了 他就说 我们俩把钱放在一起用吧 因为鉴于我刚来的时候呢 他不给我一封钱 跟他一起出去的时候呢 他把我和我女儿扔在情车场 自己带着他两个儿子去买了肯德基 所以呢 我就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忌讳的 他当时说把钱放在一起管的时候呢 我说可以啊 如果把钱放在一起管的话 我要管理 我老公呢 一清我说呢 钱放在一起 我要管理的话呢 他又不吭声了 他不吭声呢 那意思肯定是不愿意了 然后呢 他也就不在一起 把钱放在一起管理的事了 那他不齐的话 我也就无所谓了 我们还是就是 按照以前的方式 就是我买家里的零零碎碎的这些 买菜啊 买这些零零碎碎的钱 我来出 然后呢 他继续付房贷和他孩子 两个儿子的费用 在这期间 我老公呢 可能一直都觉得呢 我赚的钱没有花 我肯定从下钱了 然后呢 他就呢 就想方设法呢 想让我来支付这个房屋贷款的钱 他有一次呢 他就说我没有钱 付房屋贷款的钱了 我欠了银行的钱 你来付吧 他看我没有吭声呢 他就把我带到银行去了 让我付那个钱 我说我也没有钱 然后呢 我老公就生气了 我一看他生气了呢 我说那行 多少钱 他说呢 每个星期的房贷呢 是500澳币 我就给他转了500澳币 付了那一次之后呢 我就 有点不高兴了 然后我就说 你为什么让我支付房贷 这个房子是你的名字 你为什么让我付房贷 后来呢 我就把我的银行账户呢 我打开给他看 我给他看呢 我每个星期呢 也就赚四五百澳币 然后呢 家里买零零碎碎的钱 还有有时候我们 周末的时候出去外面吃饭 都是我付的钱 我就给他看 我说你看我这一段时间赚钱以来 这些钱都花出去了 我账户上没有结余的 然后呢 我老公一看之后呢 他可能也想了一下 觉得我的钱呢 也是不可能剩下来的 所以呢 就这样相爱无私的 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 我估计呢 我老公呢 后来可能咨询了律师 这是我猜的啊 从那之后呢 他再也没有让我付过 银行贷款的利率 我估计呢 他是咨询了律师 律师可能给他说了 如果是我帮这还银行贷款的话 那这样的话 这个房子呢 可能就会 无形成会有我一半 退一万步说 如果是我们两个离婚之后呢 这个他肯定的 封一半房产给我 如果是可以很清楚的 看出来这个房屋的贷款 一直是他在还 我没有参与的话 那万一我们离婚之后呢 他是不用封给我这个房产的 这是我猜的 我也没有仔细的去了解 澳洲这种再婚之后 再离婚之后 这个房产怎么分配 即便是过了两年之后 我找到了一份专业的工作 我的收入呢 大幅度起高了 他也没有再起 让我支付银行贷款的事 我是从这里面猜出来 他可能是咨询过律师了 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话 也合情合理 毕竟这个房子呢 是他当初跟我结婚之前买的 而且呢 他前妻因为跟他离婚 增这个房产呢 跟他打官司 打到了法情上面 我老公当时跟我说 说是呢 他跟他前妻呢 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他当时在爱尔兰有一套房子 他们没有首付 他就把他在爱尔兰的那套房子呢 卖了 拿了二十万澳币 来澳洲呢 付了首付 买了这套房子 最后他们两个一起赚钱 还的房贷 他离婚的时候呢 他就给他前妻提出来说 这个房子能不能就是按照当时的估价 把我这二十万的首付呢 给我拿出来 给我 然后剩下的这些钱呢 砸点一人一半 但是他前妻呢 死活都不同意 所以呢 他就觉得心里面很委屈嘛 因为你之前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一分钱都没有 当时是我全部付的首付 现在离婚之后呢 你要封叫我一半的房产 他心里有这个疙瘩 他跟我结婚之后呢 就在这里面呢 就防着我 就怕我 就是万一跟他过不下去之后呢 又封叫了他一半的房产 那这样的话 他就真的是很惨了 所以他这么做呢 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就不让我付房的 然后我赚了钱之后 我们就家里的开销啊 然后我们有钱了之后 就出去吃个饭啊 还有我自己呢 想着呢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住的这个房子 没有我的房子的话 那我自己一定要在澳洲 从前买一套房子 然后我就把我自己多的钱呢 就存起来 存够了首付 然后两年前呢 我自己买了一套投资房 这样的话 之前呢 我讲到这个问题 也有很多网友跟我留言说 那Marian 你要小心啊 她的房子是婚前买的 你这个房子呢 是你们俩结婚期间买的 所以呢 你这个房子 虽然她没有出任何的钱 她没有参与到任何事情里面来 那万一你们过不下去的话 你这个房子肯定是有她一半的 这个问题呢 我也想过了 我觉得 凭公正的来说的话 如果她要来分我这个房子一半的钱的话 那我就得骑出来 分她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一半了 如果她不骑这件事情的话 那万一我们两个以后 过不下去了的话 那她拿她的房子 我拿我的房子 这样大家相安无私情好的 这可能也就是 AA制的一个弊端吧 如果不是AA制的话 两个人可能钱放在一起 也就互相心里面 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但是也难怪呢 因为彼此我们两个都是离过空的 以前呢 在财产上面呢 都是受过伤害的 所以两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想法呢 也是可以理解的 说实在的 从家庭财务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 AA制并不是特别好的 因为如果钱统一规划的话 可能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回报 就像我现在我们家这种情况呢 我一直都鼓励我老公 我说你把家里现在住的这个房 再refinance一下 可以再投资一套房 并不会影响我们任何的事情 而且房产呢 是最容易赚钱的 比我 那个每天出去 照顾老人一小时才赚二十几块钱 真的容易多了 我一直都这么鼓励他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做 如果我们两个钱放在一起 让我来管理的话 我在去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呢 我当时银行利息也降了 我可能这件事就早就做了 总之来说的话 也不能说AA制没有好处吧 AA制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没有矛盾 因为我老公花钱的时候 他自己花钱的时候 和他给两个儿子花钱的时候 他压根都不用问我 我也不会关心 我自己给我女儿花钱的时候 我也不告诉他 因为没有关系 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他花的是他自己的钱 所以呢 对于再婚家庭来说呢 AA制也避免了很多矛盾 大家觉得呢 你觉得AA制在夫妻双方 AA制好还是AA制不好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 好吗 好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减赞 订阅 关注